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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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因為音響跟雌劑的滑而震撼我 我也希望說我一樣能夠把雌劑的滑透過我的手 透過我們的機器能夠射心到惠重的心 我進入音控的時候其實那時候我也是一知半解 學著學著我們自己也會增加一些知識 然後知識多了講話就越來越重了 可是當到我們參加水燦的時候 其中有一句就是說 常常你生氣會傷害到別人 我在想說 我在音控署也不就是常常這樣子嗎 動不動就會把聲音升高 所以有一次進句子裡叫做 畫多不如畫少 畫少不如畫好 我想這個應該是我最好的寫照 因為我以前在任何場的話 我都會表達我一些成熟跟不成熟的那個理論跟看法 那聽跟不聽我就是會講 當然這樣子的話 那常常得罪的很多人 自己還不自知 所以說 這句 這次淨詩語 讓我能夠真正體會到 真的是 畫多不如畫少 畫少不如畫好 這是我最近的一個咒又名 在那邊 嘗嘗 你 Monroe 是 街頭 添…… 嘗嘗 是